hello 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对了 前几天的时候 然后我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影视剧当中的地板都是湿的 所以当时问我 直接就给我问住了 那今天呢 我就去问问 我们一块去采访一下导演 问问这个到底 为什么影视剧当中的地板都是湿的 来 哎 宋老师你好 赵老师这么巧你在啊 是 哇 哇 那个我想问一下 那个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拍戏的时候 影视剧里面的地板都是湿的那个 显得亮 就显得家里有钱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就是我们那个有钱人家 就是地板都干干净净亮亮的 没有灰 好像是可以这样子 行 一会我们问问导演 就知道你的想法就多么的可笑了 嗯 你先加一点我看看你把效果 你加一点看你把效果 哎 导演 哎 导演 你先等会儿啊 我先录个Vlog 哈哈哈哈 太忙了 哎 导演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地板都是湿的 给广大这个朋友们解释一下可以吗 啊 因为喷上水之后呢一个可以除脏 因为影视剧的这个地板其实上面有很多的污垢 嗯 有了水之后它颜色就会变深 看起来质感会变好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打光 打完光之后呢这个水的这个反射就会让这个看起来bling bling的 所以整体的质感就会提升 哦 那如果就是不不喷湿之后就是画面会特别的难看 对 就是上面有很多的灰尘嘛 然后就显得脏脏的旧旧的 但是喷完之后质感就好很多 好了 谢谢我们硕硕的邓柯导演 嘿嘿嘿嘿 好了 那这个问题也算解答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下次再见 拜拜